目前我所在的地方是我們的農村卡海 作為一個我們這個展區的入口的話 那主要是以一個立即卡片的意象 總共有分為三大座 首先在我背後的這座部分是最主要的 那它是一個和院 一個傳統的和院 那另外兩個場景的話 一個是農田在田野間 然後還有一個是爐溫 裡面有許多的 有關於農村裡的一些介紹 那藉由這些訊息 讓人家知道說現在的農村的生活品質其實是很好的 礦一樂園的一個主場館 我們的農民最大的總統府 它其實主要是有利用我們的水果紙箱 去做一個那個外觀的一個堆疊裝飾 完全比照我們的真實的總統府 做一個三分之一的縮小的一個呈現 當東西縮小人是放大的 那這個主要的意涵是要傳達的是說 在一個權力面前的話 其實是我們農民最大 相對也是人民最大 另外一側它其實是看到我們的那個 四校的創作 那其中會有一座是我們的 十進大學這邊來創作的一個水果箱隊長 那這個也是由我們的紙箱 去做一個機器人的一個巨大化的一個創作 那這個機器人它主要也還是傳達的是說 機器人是一個在對於農業來說 我們的機具啦 那等於也算是一個農民的好助手 整個總統府室內的話會分成四個展區在呈現 主要的訴求還是傳達的是說 青年回鄉 我們邀請民攝影家林伯亮老師 在雲林各地的那個鄉鎮 去跟每一個農業達人做一個探訪 以及做一個攝影紀錄 搭配的是後方的這個幸福農創 邀請全國的知名設計師 然後將他們跟農業有關的設計產品 做一個結合 然後到我們現場來呈現 所以這整個主題館裡面 其實主要是跟創意設計有關 那也希望讓我們的青年們 能夠再次感受到是說 其實那農業的革命 就是我們已經進入到下一個農業 下一個現代農業的一個階段 那還有我們的遊戲機台 你們剛才有去玩過嗎 彈珠台 有喔 有喔 農博大富翁地景區 那它主要是藉由一個大富翁為主題 那我們把一般大富翁會給玩的骰子 以及一些蓋房子的這些物件 通通放大 巨大化之後呢 我們人反而就是 說小了 所以等於是你在巨人國裡面 那我們主要是要傳達的是說 當人民站在大地面前的時候 人民是小的 是謙卑 反而應該表達出一個謙卑的態度 都過簡單的遊戲 然後他們可以得到一些農夫指數 然後最後到我們的移居事務所裡 不是切齁 那個我們的手冊 遊戲手冊可以得到說 是否可以回鄉 草這個農夫這個產業來加入 藉由我們的左手邊這裡 巨大化藍白托 以及一個大型的階梯 以及我們的那個 回鄉之門 讓遊客們知道說 當你到這裡時候 你已經可以開始思考著 你到底要不要返鄉 來參與烏農這件事 或甚至是說 從我們的外地 然後移居到我們的雲林來 然後展開新的生活 裡面的部分主要是要展示的是 我們雲林縣府裡頭 目前跟農業的補助相關 相關的一些資訊 集結論的方式 是有一個五大例 那分別是 那個 你蓋溫室我給力 然後你買農機 我給力 你想創業 我給力 你想你習農技 我給力 甚至最後的你住雲林 我給我幾乎 我給你一堆 我給你一堆 이번에 我給你一堆